Whe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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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 up people,感谢神奇的算法,让我们再一次相遇。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大田说英超,我是大田。 好久不见。 英超复赛以来,要说表现最让人激动人心的球队,那一定是鸿魔,曼联, 战绩一平,4胜,近15球,仅是3球,3场零封,并且连续4场,近胜对手3球,创造了英超的历史。 而在一众状态火热的球星当中,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无疑又是最闪亮的那一颗。 截止目前,他在英超中的头10场比赛,已经直接参与了13球,7球,6助攻,也是排到了历史第一,并且连续拿到联赛2月6月最佳球员, 曼联队内月度最佳,更是三度蝉联。此时此刻,无疑是来聊聊红魔和必费的绝佳时机了。 所以今天我就来解析一下索尔斯科亚目前的战术体系,说说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再从勤奋、领袖和冒险这三点,来浅谈一下他在英超当中取得阶段性成功的原因。 由此来看一看,必费是如何一个人盘和了曼联整个的中前场。 熟悉我的小伙伴,一定知道,自我开始说求以来,除了讲故事, 就是喜欢从整体的战术角度来分析比赛。 自然而然的,我倾向于帮教练们说好话。 赢球夸球员,输球骂教练,是职业足坛的老传统了, 尤其是在这个社交媒体的时代,毕竟球星为重,流量为王。 不管你是多大牌的教练,连着输两场比赛,就会有许多人跳出来喊你下课了。 而反过来当球队踢得顺风顺水,又会有人说,因为你手下都是全明星。 我始终认为,外界对职业教练们的评价是有所偏差的, 赞誉的不够,而批评却过于激烈。 所以今天的节目聚焦的主角是必费,但我要先讲一下所帅的战术体系, 看看是什么样的安排才给了必费最大的发挥空间。 在最近的一波四连胜中,记录狂魔索尔斯科亚连续四次排出同样的首发阵容, 纸面上的阵型和之前相比没有变化,都是所帅用的最顺手的4231。 但是因为人员上的一些变化,运转起来又有了许多新意, 让我们从防线到封线,从后场出球到前场压制梳理一下。 曼联现在也倾向于由门将开始短船发起进攻了, 两名中卫拉开两边,两名后腰伯格巴和马蒂奇, 当然也都有能力帮助后场向前输倒。 可以看到即使面对对手的高位压迫,曼联也能够比较从容不迫, 有一项数据就能说明问题。 在最近的4场比赛当中,德克亚除了和维拉的一场比赛中, 受迫之下也仅仅只有11脚长传之外, 其他3场分别只有3脚。 在向前的推进过程中,通常是马蒂奇回撤, 以打成三后位的阵势, 而马蒂奇既可以打成边中位, 也可以直接收到中间的位置。 这样的安排就可以顺势将曼联两名边后位推到高位。 比如和谢飞连的比赛中的这个场面, 远端的万比萨卡已经压过半场, 大刀队惯常的5-3-2的防守阵型当中, 中前场的5个人, 即使面对伯格巴一个人也不敢怠慢, 团团围住, 也试图顺道切断曼联后场, 直接打入前场, 交给必费或者三名封线球员的传球路线。 到这里,曼联就是一个3-3-1-3的站位, 于是在曼联的中场, 有了让对手颇为忌惮的6-18连线之后, 再结合两名边峰拉什福德和格雷伍德的内切, 进而就给红魔的两个边路, 创造了更多的空间和机会。 复赛以来, 尤其是万比萨卡这一侧, 一向以防守著称的小万向前的套边插上非常多, 甚至我们能看到有些场次, 他的传终次数比卢克肖还多, 于是在进攻中, 尤其是在最后30米区域对对手的压制中, 曼联就会打成一个3-2-5, 必费和伯格巴在中间, 他们两个人在禁区前都具备非常好的视野, 有所保证的各个方向的传球能力, 包括直塞打入对方禁区, 包括交给边路寻求配合, 再加上转移和调度, 而且6-18还有直接打门的远射能力。 在前场, 三名封线球员的3M组合, 马夏尔、马库斯以及梅森, 再加上6-18所形成的这个恐怖的五边形, 相信会在未来的比赛中让更多的对手感到更大的恐惧。 这就是所帅之下目前纸面上的4-2-3-1, 到比赛中3-3-1-3的向前推进, 再到3-2-5的阵地战的一个动态的基本变化。 再来看看和维拉的比赛之后, 球员本场的平均站位, 可以说这个图是所帅战术思路非常典型的体现了。 把刚才梳理的阵型变化中的流程, 体现出来的球员移动方向, 在4-2-3-1的基本阵型中标注出来, 再移动一下, 就能得到如此的平均站位。 在其中, 我们能看到马蒂奇的回撤, 能看到6-18的连线, 能看到两个边峰的内切, 还能看到边后卫的大范围插上, 而必废在这其中, 不说它是绝对的核心吧, 也能称得上是很关键的一环。 我前面提到, 所帅的安排给了它最大的发挥空间, 既是一种抽象的形容, 其实也是一个具体的陈述。 再来看一下曼联推进中的3-3-13, 刨除掉臂费, 风线, 中场线和防线的常规三线配置, 都是三个人。 而所帅对于臂费单独的这个1的安排, 就相当于把风线和中场线之间大片的空间, 都留给了臂费一个人, 给予了它非常大的自由度。 而臂费也确实有这个能力, 挑起如此的重担, 覆盖得了这么大的区域, 他会适时的选择回撤到中场, 或者前插到最前线。 曼联队的中后场只要把球交到臂费脚下, 那基本上进攻中由后向前的串联就做到位了, 因为剩下的事交给臂费就好了。 这其实也正是我们回头去看, 在复赛回来第一场对阵热刺的时候, 曼联在推进中有些挣扎的原因, 因为相比于马蒂奇和伯格巴的后摇组合, 首发弗雷德和小麦克的出球能力稍逊一筹。 比如比赛第八分钟这里, 曼联前场压迫之后断球成功, 弗雷德拿到球, 注意这里, 碧肺双手一摊已经在要球了, 似乎看上去传给碧肺要穿越火线, 于是弗雷德选择了无视, 将球打给了马夏尔, 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看上去更稳妥, 不过热刺很快就形成包围圈将球断下, 碧肺一再拿不到球, 于是选择亲自回撤了。 到13分钟这里, 相当于是和麦克托米奈互换了位置, 小麦克顶到了前面, 暂停这里, 碧肺前面是热刺的五个人, 两道防线, 只有一条窄窄的通道可以作为传球路线, 就这么短短一瞬间, 一晃, 一带, 一传, 就将球准确交到了小麦克脚下, 这就是个人能力。 想象一下, 在这个位置, 如果是碧肺接到小麦克的传球, 那曼联的前场一定会形成更大的威胁。 再看后面四场比赛的话, 马蒂奇和伯格巴上了以后, 曼联后场出球, 说是有了质的变化也并不夸张。 接续前面曼联对上谢飞联的画面, 马蒂奇后场拿球, 同样是面对大刀队的五个人, 两道防线, 很相似的场景, 但是有了伯格巴站住中路吸引防守, 必费在两线之间游走, 跑出更好的角度和传球路线, 再加上马蒂奇的出球, 一脚传球, 穿透两道防线, 还交到了前场最具创造力的球员脚下, 放到战术板上面可能会看得更清楚, 两线之间的空间是必费最自然的栖息地, 马蒂奇和伯格巴的存在, 让必费不必劳神费力地回撤, 有他们向中前场输送炮弹, 尤其是传出穿越防线的传球, 将球交到必费脚下的能力, 一下子就让曼联的向前推进提升了一个档次。 我这里还想插一句, 说一下马蒂奇, 因为大田个人很喜欢这一名球员, 从切尔西看到了曼联, 我知道他复赛以来状态增加, 但是别忘了他也已经是一名31岁的老将了, 我觉得曼联接下来如果要投资补强的话, 后要位置可能也要看一下了, 到了下个赛季, 赛成秘籍, 或许再加上一些伤病, 老马状态有所下滑的时候, 也请曼联球迷善待兢兢业业的老马多多体谅, 再到进攻中, 曼联本来的前场3M进攻组合, 在有套路的同时又完全不乏灵活性, 除了一般性的相互换位和跑动, 在比如封线球员之间的回撤拿球之外, 和避飞再加上边后位之间的联系和穿插跑动, 又进一步使得进攻三区中的活动更加流畅, 在边路形成的三角形中, 三个人的位置可以实时变化, 边风可以内切, 边后位也可以内部插上, 避飞也可以选择套边, 让我们来看和博恩茅斯的比赛中的这次进攻, 反击中, 伯格巴直传交给避飞, 瞬息之间, 避飞还能侧头观察确认一下中路没有更好的机会, 于是一领, 直接把球打给了边路冲刺的格林伍德, 再回过来, 避飞洋装传中, 这个画面我们又能看到, 万比萨卡已经占据前场半区的位置, 没有什么好机会, 于是再传再跑, 轮转之后, 落入阵地战, 万比萨卡回归边路, 格林伍德回归中路, 可以看出, 这一切的变化都是以避飞为中心来进行的, 让前场的人员流动起来, 而不是死死的站在自己原本的位置上面, 除了进攻中两线之间的作用以外, 避飞还是曼联前场压迫防守的带头大哥, 他随时可以加入封线, 形成防守第一线的四人组合, 曼联的中后场也可以随着避飞的移动, 以他为参照, 选择是向前全情投入, 前场紧逼, 还是适时的回撤进行中段的防守, 还是落入低位, 再有就是避飞操刀定位球的水平了, 自加盟曼联以来, 我们看到了他脚球助攻马奎尔投球破门, 又有面对曼城任意球机智挑传马夏尔, 再到面对维拉脚球助力伯格巴远射, 这些也都是避飞的日常基本操作, 说到截止目前, 避飞能够从葡萄牙联赛转会而来, 在英超这个欧洲足坛的顶级舞台之上, 做到无缝衔接, 我个人认为, 除了足球的技术, 个人的能力以外, 还有重要的几点原因, 第一, 避飞是一名非常勤奋的球员, 英超休赛之前的数据, 他平均每场的跑动距离达到11.25公里, 是曼联队内最高, 而复赛以来的最新数据, 他的跑动距离也是排名第二, 仅次于万比萨卡,都说勤能补着, 但避飞可是既有天赋又勤奋刻苦的类型, 再到第二点, 避飞是一名天生的领袖, 在葡萄牙体育, 他就是队长, 并且是大哥一样的人物, 这种领袖气质和对更衣室的影响, 我们很难去量化, 只有一些主观上的感受, 包括从社交媒体上的表现, 当然也包括在球场上的表现所获得的, 但是当许多人都有这个共识的话, 那就能够说明问题了, 避飞在目前的曼联队里, 充当的就是那种没有队长修标, 却是球场上的领导者的球员, 再有一点我认为对之前的曼联来说很重要的就是, 避飞是足球场上的冒险家, 有两项直接的数据能够说明这一点, 传球次数和成功率, 避飞的场均传球次数是55, 位居全队第5, 但是传球成功率只有76.2%, 全队倒数第5, 仔细思考一下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在结合刚才提到的他的领袖气质, 说白了, 在场上, 避飞是愿意承担责任的球员, 作为一名前场球员, 一名前妖, 不但敢于要球, 拿球, 而且不仅仅是只送安全球, 还愿意冒险, 勇于传威胁球, 即使有时候会损失掉个人数据, 甚至没传好的话, 还有被吐槽的风险, 总结一下吧, 今天我们聊了聊索尔斯科亚目前在曼联应用的一套战术体系, 并深度解析了他是如何为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创造出发挥所需要的空间, 我们也能看到反过来必费在其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最后又浅谈了截止目前必费在英超当中取得阶段性成功的极点原因, 好了小伙伴们, 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关注大田说英超, 喜欢我的视频就请帮忙点个赞, 也欢迎留言和我以及广大球友们讨论,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吧, Come on you people, 拜拜